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Santino 郭政彤在這裏 大眼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拜登一上任 蓬佩奧立即被中國制裁 連同28人 下一個被制裁的人將會是特朗普 我們會說這件事 之後的就是 拜登登記儀式已經完成了 裏面有很多隱藏的訊息 我們待會就會一一解密 還有另一邊商 當特朗普離任的時候 原來一直部署有報復的行動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最後的就是 歐樂軒用大聲攻擊警察的這件事 歐樂軒本人一直不服 還搞上訴 昨天終於有了裁決 我們稍後看看法官究竟怎樣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首先說一下新鮮滾熱辣的消息 正當拜登宣誓 就職美國總統的時候 中國外交部隨即宣布 制裁剛剛卸任美國國務卿的蓬佩奧 以及28名特朗普政府時代的高級官員 這些官員全部都是熟口熟面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有份制定 推行和發表對中國實施制裁 有關的官員 首先在這份名單上 最出名的 就有最黑人爭的鳳佩奧 肥佩奧 還有經常在制裁中國的時候 在白宮發言的白宮安全顧問 奧布拉恩 以及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 史迪威 還有就是白宮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博明 曾經出訪台灣省的美國國務院 國務次卿 克拉奇也榜上有名 還有就是早前計劃到 想去台灣省出訪的美國常任 諸聯合國代表 克拉夫特也都在這份名單裏 當然還有就是 在前日被特朗普特赦 他的首席軍師班農 也都在這份名單上 還有其餘的人士 就暫時需要時間 去整理整份制裁名單 上述我們剛才所說被制裁的人士 和他的家屬 一律被禁止入境中國內地 香港、澳門 上述一綱人等 他們自己開設的公司 和他們有關聯的公司 以及和他們有生意來往的機構 也都被禁止 和限制和中國做生意 或者打交道 其實說到制裁這件事 就是美國首先發明 他們最喜歡制裁人 那些人經常說 美國制裁人的手段很辣 原因就是 全世界的主要交易貨幣是美金 而很多金融機構和銀行 都需要用到美金 作出結算 還有一大批生意 是來自於跨國的美元結算 所以 一旦被美國制裁的人士 如果想開設戶口 在國際金融機構和銀行 往往所有銀行和這些國際金融機構 都會害怕接他們的生意 因為你沒有理由 做一個客人的生意 而沒有了一個很重要的業務 所以 就出於怕了美國的原因 就不會接支制裁人士的生意 和讓他們開戶口 在自己的公司裏面 當然 你說去到中國去制裁人的時候 如果比較人民幣和美金 在國際貨幣市場和交易 以及結算業務上 這一刻 人民幣就遠遠都比不上美金 這是事實 但大家不用灰心 剛才我說到 一個被制裁人士 是不能夠和一些 在中國有生意的公司機構 又或者佔有很重要的業務 在中國的公司機構 去打交道 或者進行任何交易 和服務 所以簡單來說 只要看好中國市場 的公司 金融機構 銀行 或者自己本身 已經有很多業務的公司 和未來想發展中國市場的公司 銀行機構 金融機構 等等的這些單位 其實一樣不敢接 這些被中國制裁的人 所有業務來往 所以 如果對於一些美國官員 他們的路 還要走很久 其實他們都很麻煩 除非他們不涉及任何商業上的發展 以及他們要撤走在中國所有的資金 以及做足一世的準備 正如我們香港的官員被制裁一樣 這些人本身沒有想著在商界再發展下去 而且也沒有資產在美國 還有他們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往後都很難再開銀行戶口 或者光顧一些金融服務 這樣的時候 其實這些人是不怕被制裁的 當然 多數這些不怕被制裁的 都是我們俗稱的清官 他們真的不怕 但是美國的官員 就很難說了 尤其是從今次蓬佩奧等人 立即被制裁的這件事 看到下一個很有可能被制裁的人 就是特朗普 因為當發動制裁中國的時候 其實特朗普基本上是一個主陀手 他帶領整件事的發展 亦是許諾的命令 特朗普是人都知道他有很多生意 其實他根本就是一個商人式的總統 你叫他不從商就等於拿了他的命 如果特朗普和他的家屬 都會被納入為制裁的對象的話 哈哈 我相信特朗普接下來的路就很難走 因為 任何 如果想在中國做生意 或者對中國市場 持一個開放態度 兼且覺得 中國是一個大市場 去到重視的機構 他們全部都不會敢接特朗普的生意來做 或者跟他有任何交道 這些公司大謊話 或者在全球都有非常多間 令到從商的特朗普 是綁手綁腳 很難搞得大的生意 當然大家最想見到的結果就是這樣 未來幾天 可能中國外交部就會隨即宣佈 制裁名單上 就有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家屬了 不過小時候都猜不到 拜登一走了 沒時間 半小時不夠 這份制裁名單就立刻出來了 隨著拜登正式上任美國總統 特朗普離任之後 其實很多事情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而特朗普這個出名的搞屎棍 大家不要以為他真的走得這麼容易 其實他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復仇大計 是在接下來這幾年會做的 他哪有這麼容易霸手 那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飛去美國 看看那邊最新發展的情況 讓我們現在話題 現在轉一轉飛去美國那裏 截至目前這一刻我們拍片 就是香港時間的5點清晨5am 那美國那邊呢 剛剛拜登就完成了他一個就職的巡遊 這個巡遊就是他本來說要cancel 就是由這個國會到巡遊去白宮那裏 沿途揮手舉旗 本來說cancel 但現在又沒有cancel 又做回 到目前為止 整個登基儀式和宣誓和唱歌表演 都仍是進行得非常之暢順 水淨河飛 一點事都沒有 講到這裏我都有點心酸 他下一個流程是什麼呢 他下一個流程就是要去這個 遠離國民警衛軍區域 過一條河去一個另一邊 華盛頓的另一邊 那裏有一個美國的列事務 他要去那裏 來拜祭一下 來獻花 那之後完成了這個列事的參拜之後 他就要回去準備他夜晚 夜晚還有一輪的歌舞表演 何利活有大量的明星都來祝賀他和為他表演 相較之下 特朗普就沒有了 因為何利活都不支持他 那今天 我看了整天 我又由早上看到現在 即是美國時間的早上 即是我在大家吃飯的時候 晚上八點多開始已經報的新聞 由特朗普的離任儀式 他的送別儀式 我看到現在 特朗普的送別儀式 大家就看到了 他就 成功地搭這個 Marine 1號 離開了白宮 就去了這個Andrew的聯合 空軍基地那裏 就進行了他軍式的送別儀式 而亦都沒有人阻撓到他 去有這個軍人去 跟他做這個巡遊 放這個禮炮 紅地支來歡迎他 然後他完成了儀式之後 他支持支持之後 他亦都可以去這個空軍1號 回到他的地頭佛羅里達 那他支持方面 講話其實都沒有什麼好斟酌的了 就是大吹大雷 講的支持都是講自己 這四年要怎樣封高偉業 怎樣極速發展這個苗苗 怎樣帶領美國脫離一些 無謂的這些世界規矩 那些巴黎氣候 經貿協議這樣 那當然 到底這些是好還是不好呢 都是觀點與角度 又說自己 為經濟失業率做得幾好 為黑人和族裔的失業率 怎樣史無前例 去將他減到最低 但其實 都是看你對比什麼年份 還有 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的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所有這些他覺得好好的東西 都在這個2020年的病情之下 都破壞了 而他亦都奉行他一貫的宗旨 就是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 這樣多次強調 在這個病的字的面前 就要加個中國那些地方名 其實真的很侮辱性 大家表面上看到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送別儀式 但背後是什麼呢 原來 今天最新消息就是 剛剛特朗普在最後一批特赦名單裡 他特赦了一個人 叫做班農 而特赦了這個班農 再配上他這兩個禮拜 傳風聲傳得很緊的 他要自己組黨 做一個新黨出來 這個黨 他叫做 叫做PATRIOT 愛國黨 本來大家都覺得他講笑 但他特赦了這個班農出來 那些人就知道他不是在說笑 而 從這個角度再推敲出去 大家就容易理解 特朗普和蓬佩奧 他把握著過去這一個月 所做的事情 所有事情就解得通了 就是把握著最後的任期 大力地特赦一些他的自己人 以及去世界各地把握最後的機會 來進行遊說 希望等他離任之後 他可以組自己的班底 有自己的政治本錢 這個班農是什麼人呢 這個班農就是一個 很善於推陰謀 和很善於製造媒體煽動的一個人 而他煽動的目標 就正正是特朗普的最忠心的粉絲 就是現在願意撲出來和他搞事的那些 他一直以來 都是特朗普背後 做策略長、做軍事的 特朗普身邊很多人 其實都跟他不合 因為他的招式太怪 他是一個政治的鬼才 專門想起鬼事 可以說他是一個神神怪怪的教主 特朗普他自己是雙人出身 他做事快肯準 不擇手段 特朗普能夠理解他做的事 但特朗普身邊的人 可能很多都是高學歷 出身比較富裕 自然想他人會正路一些 就覺得班農這些人太難接受 所以在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後 雖然班農他立了工 但他身邊的人 包括特朗普的子女 特朗普身邊的局長 那些人其實都很不妥 然後他就涉及用眾籌的錢 來做一些違背眾籌目標的事 當作是一種欺詐 然後就進去坐 現在就被特赦出來 相信特朗普經歷了這麼多事之後 他就發覺 我走正常政治 我就不夠這班人玩了 因為這班人能夠用舉國之力 聯合所有現實媒體和網媒來打壓我 而到最後能夠支持我 和留在我身邊的 都是這班狂熱的支持者 這班癲老 所以特赦班農出來 來搞他的新黨 主打就是他一直以來的狂熱信徒和支持者 從來美國的歷史都是二元 一個就是共和 一個就是民主 兩黨來互鬥或者互相揮影 來治國 從來有些第三黨 第四黨出來 都是很快會在這個媒體裡面煙沒 也都不會有什麼大作為 那特朗普的出現 又會怎樣呢 但大家都知道 他真是有一班 死忠的支持者 狂熱信徒 大家都知道 他得到的票數 是有七千五百萬票 我當近排他的行為 令到他得失了一大部分的共和黨的人 那那裡剩下也不少 因為在他最後一程 1月6日那時候 都有很多州的參議員 配合他的行動 來爭取選舉人票 所以美國現在的情況 就再不是兩黨之爭了 就變成三方之爭了 藝術不這樣了 情況也會越來越有趣 但在這個時候 我就真的要談一談這個 八大民軍組織這件事了 嘩 之前說吹得這麼厲害 又說 無論為不為特朗普 我們這裡出來 搞一件厲害的 又說不止 華盛頓DC 還要五十個州 同時百花齊放 在那裡上演 現在我進去他的討論區 他們還在說 但什麼聲氣都沒有 可能時間上早 不知晚上會不會有 希望有 我啊 我整包花心的路 動都沒有動過 等我整晚 頸都長了 現在清晨了 快要去吃個早餐了 真是 他們目前八大門派 其實會面對的情況 是什麼呢 他們在過去 這個禮拜內 就面對這個 聯邦敢依偉的大量搜捕 有很多 他們那些八大民軍的 驅頭 我們叫 就面對搜捕 例如 Kentucky 坦德基 德薩斯州 賓夕法尼亞州 Virginia Ohio Colorado 印第安納州 這些區域 全部都被人掃了 裡面掃的都是很專業的人 特地要針對一些 承諾信守者 3% 最專業的那班來掃 國民警衛軍 也起了內軌出來 有12個人被人隔走了 不讓參與這次行動 而他們又不知 不知為何可以成功地找到一些 現在年歷都已經七八十歲的 那些 民軍 創辦人 那些 很多年前的教父 教父級的元老人馬 出來 呼籲現在的 家產同學會的人 不要出來搞事 大家安安分分 不喜歡這個選舉 不喜歡就職典禮 就不要看 就算了 不要搞事 呼籲到他們出來 幫忙說話 應該又會有一堆人 被這樣安撫了 DC那邊的情況 除了進去華盛頓DC 四條大橋都被封了 直至要22號才重開 附近三個機場的保安關卡 也都嚴不勵了很多 但我覺得這樣 都不是你們辦事不力的理由來的 你們應該很勇猛才是的 你沒有理由 我們期待了 整個月的戲碼 居然沒有貨交 我們真是 那今天不交貨 接下來還有沒有貨交 或者不在華盛頓 在其他州份 會不會有貨交 相信入夜可能就會有 其他州份入夜之後 搞事的可能性都非常之大 但是 要我們之前想 幻想的那種 和這個國民警衛軍 兩軍交鋒 場面很震撼 好像看西片那樣 我相信 這次可能真的要失望 但是在未來的日子裡 尤其是拜登任期這四年 他們種族和種族之間 互相的職縣 一些零碎 不要說幾百人幾千人 零碎幾十個人的交鋒 都會在各州上演 這個是他們阻擋不了 而是他們一手促成的社會矛盾 不如我講一下拜登就職 表面大家看到什麼 而背後也收到什麼訊息給大家 表面大家看到 進程都很順利 拜登致辭 致辭的內容 就 說了很多以前的名人 政客 總統 他們的名言 拜登今次的演說 罕有地 一顆螺絲都沒有爭 非常之暢順 和有忠氣 我相信他積重十二成功力 大家看到 有幾位歌手 出來唱歌 Lady Gaga 大家不知道認不認識 有些觀眾 Lady Gaga 唱美國國歌 J-Lo Jennifer Lopez 唱這個 《這個土地是你的土地》 都是一首美國的 精神象徵的歌 有些像什麼呢 有些像我們的中國國歌 和這個 《我和我的祖國》 這些關係 這些表面的東西 大家其實看直播都看得到 我現在說些大家 殞藏裡面 大家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其實今次這個就職典禮 完全是一個宣傳 宣傳美國未來的三大方向 就是黑人主義 種族主義 和這個 同性多性跨性別傾向的運動主義 這些東西 在他們整個就職典禮裡面 都好像直入式廣告一樣 無處不在 我說幾件事給大家聽 大家都知道 第一 找Lady Gaga 來唱這個 美國國歌 這位歌手是一個什麼人 大家表面上看到她是一個女子 但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子 她是一個大力提倡 這個古怪性取向 多性同性跨性別主義的一個女子 你找她來唱美國國歌 是一個訊息 另外呢 找Jennifer Lopez J.Lo 你唱這個類似我和我的祖國 這種分量的歌 即是我的土地是你的土地 這首歌 也是美國精神的一個象徵 她唱到中途 她就大喊了一段西班牙語 很多人都聽不明白 首先她自己 她已經不是一個純美國人 她是一個拉丁裔的人 她中間又說了一段拉丁文 後面有兩位白人的老人家 一對夫婦 馬上就呆一呆 那個老太太問旁邊的老公公 那個老公公說 那個老公公說 我不知道 這樣 這個行為已經不是殞藏了 其實都是硬燒得很緊要 就是替拉丁裔發聲 亦都顯示了拉丁裔 在美國的影響力和地位 得到大力的推舉 這段說話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 一段美國的Pledge of Allegiance 那個效忠誓言 內容就是關於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意思都是一些 不同人unite在一起 能夠團結一致的意思 他們的新任副總統賀錦麗 幫她宣誓的那位大法官 是一位拉丁裔的大法官 亦是一位女人 當中包括了女權和種族權益的彰顯 儀式之後 牧師為大家進行Benediction 即基督教的為大家祝福 就是一位黑人的牧師 每個總統就職典禮 都會有一位詩人出來 為大家念詩 而這位詩人 偏偏落在歷史最年輕的 22歲的黑人女生身上 但他們覺得 整個儀式這樣直入式廣告 來到強調黑人主義的興起 種族主義的興起 和同性、多性、跨性傾向的運動興起 都不夠 之後還要來多單勁的 就是完成了儀式之後 拜登夫婦 帶領整班人 在國會走一個圈 去到一個地方 有一個流程 在國會某個地方進行 而去到那個地方 故意先要欣賞一幅畫 裏面就提到 這幅畫呢 是拜登夫人精心挑選的 是Jill Biden精心為國會挑選的 象徵美國的新方向 和新的氣象 這幅畫呢 是一個很美的 有山有草 一個平原 然後呢 清澈和廣闊的天空 有一道彩虹 而這幅畫的畫家呢 就是一位黑人 畫畫的背景呢 他們都特別強調 就是在這個南北 內鬥時期的時候畫出來 故意要強調 那時候作為一個黑人 在他們的奴隸背景下 他能夠畫到這幅畫 彰顯了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期望 他們的烏托邦的景象 還要強調 多次指著那個彩虹呢 就說還有一道彩虹呢 彩虹代表好咯 怎樣好啊 說不出 連主持都說不出 只是說 你也有條彩虹在這咯 彩虹就永遠都是好的 這樣 而拜登夫人呢 最後那時候又要強調多次 聽一條彩虹 多漂亮 多好 有彩虹好啊 是不是很好啊 這樣 是不是很尷尬啊 但你知不知道彩虹代表什麼 彩虹正正就是 那個同性多性跨性別傾向運動的這班人 那條彩虹 就怕死你不知道 要銷售到外面 我說明先 我自己 尤其是作為兩性心理學專家 我對性別和性取向這件事呢 我是沒有bias的 我是沒有偏見的 我現在說的呢 就是美國未來想走的方向 和他們想強調些什麼呢 總之儀式就大概這樣進行啦 整個儀式呢 都是不斷地找位強調 美國呢 就有很嚴重的所謂 Systematic 的歧視問題 講到任何一個建築物啊 任何一段歷史都要強調 裡面有沒有這個奴隸啊 就是黑奴啊 這樣 又說這個建築物呢 又要強調一下 是他們這些奴隸幫手建的 提到美國的建設啊 經濟啊 都要強調一下 美國的奴隸幫手打出來的 這樣 而最好笑的地方呢 就是有時候 我也分不出這次 就任儀式呢 究竟拜登是主角 還是何錦麗是主角啊 因為每次提到何錦麗的名字呢 都會有一片尖叫聲的 真的好像明星一樣 而拜登這次給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 與其說拜登 是將會帶領美國人 美國主義進入另一個景象 我給我的感覺像是 這些黑人主義 種族主義 和這個新型的性別和傾向主義呢 壓制著拜登 而他沒有辦法不附和 這樣的感覺 那美國以後會是怎樣呢 就會有一個特朗普 以一個新的形式 他自己都說 我會以一個新的形式來復活 原來就是 創立第三黨 在美國還有破壞 沒有建設的東西 來搞住拜登 那拜登呢 也都被這個三大主義呢 來騎不住呢 他自己也都是騎虎難下 他越推舉這些主義呢 只會 越做到本土的美國 裡面人與人之間 不同的深層次矛盾 有增無減 現在病情 也都是有增無減 所以 美國 可以說是越搞越亂 雖然沒有大家最期待的 大規模的對峙事件 但是接下來一個星期 入夜時分 又或者其他周分 必然會有大事情上演 所以 我的小小希望 就是 希望這把花生得以重光 都應該可以實現 起碼在過年前能夠撕得到 那我們先說說下一件事 這個前攬炒派的立法會議員 歐樂憲 用大聲攻擊警察 被裁定罪成 他就不服上訴 事發就在2019年 7月8日的凌晨 當時 在這個油麻地和旺角之間 很多人搞事 案中的被告 歐樂軒 就出現在這些搞事的地方 還手持一個大聲攻 向在場執行職務的警察敲打 雖然警察有盾牌護身 但是這個歐樂軒 仍然大力向警察敲打了三下 期間還要不斷說些污言畏語 而且還刻意走到一位警司的身邊 用他手上的大聲攻 呼叫和大聲欲罵警察 所以法庭裁定他兩項襲擊警察罪成 判處他140個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不想服務社會的歐樂軒 當然是提出上訴 案件昨天在高院審理 代表歐樂軒的龐大狀 不知是否想做現代荒唐鏡 因為他身為辯方律師 論點十分之荒唐 他就說到 案內要考慮有沒有敵意 他說他當事人 一時又舉起大聲攻 一時又放下 並不是針對某一個人 這樣說 所以他覺得歐樂軒 用大聲攻在耳邊呼叫 是完全沒有敵意的 我們這裡做一個小小的示範 看看如果有大聲攻在你身邊呼叫 你是什麼感覺 大家看到 我用這麼溫柔的聲線 在格仔耳邊叫聲他 他都這麼不舒服 我差點被你弄得太濃 是不是 而且我這個還以為小聲攻 歐樂軒用那個 是大聲攻 比我這個大十倍 所以說 你沒有敵意 怎麼會做這些事情傷害人呢 另外 對於歐樂軒 用這個大聲攻 來敲打警察 他又這樣說 他說警察在這個盾牌 被歐樂軒敲打之後 從警察的表情可見 是沒有即時擔心 會遇到進一步的非法暴力 主審這案的判官反駁他 判官就說到 警察當時的反應 是跟他擔憂 受到進一步的武力 是完全吻合的 這個龐大狀 歪曲事實繼續來 他說 現場有人喊人 所以歐樂軒 是在叫警察不要行動的時候 失敗 他才會情相激動 明辨是非的 判官當然是不相信他說的 即時就告訴他 歐樂軒 在敲打警察的盾牌之前 還不斷叫人家做偽進仔 這些簡直 在此笑警察的行為 判官還強調 法官不是住在象牙塔 別以為法官什麼都不知道才行 猛兵 猛兵是我們加上去的 這個龐大狀 可算是中心戶主的典範 可惜歪理連篇 最終他們的上訴當然不成功 但之前有很多市民覺得 歐樂軒襲擊警察的這件事 被判140個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實在太輕 所以在律政司方面 就已經申請了覆核刑罰 如果成功的話 是可以改判監禁的 那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Facebook專頁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